我就想问问郭文贵 他现在继续在监狱当中 指导他的原来的支持者 让他们建立了更多的 他所说的那些被检方认为是 诈骗机构的那些所谓的农场 那么这种行为对他未来的量刑 会有影响吗 郭文贵即便在监狱中 继续指导支持者进行与他相关的活动 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诈骗性质的农场 很有可能会对他的量刑产生不利影响 以下几点可能会影响判决 首先如果检方能够证明郭文贵在益中 依然操控这些活动 或者有意推动这些诈骗行为的延续 这会被视为他在未悔改或停止犯罪行为 这种行为通常会被法庭看作是 对司法系统和法律的藐视 从而导致更严厉的判罚 其次如果这些活动的受害者数量增加 或者经济损失扩大 法院可能会将这些后续损失作为考量因素 进一步加重刑罚 最后法庭可能会通过这些行为判断 郭文贵的威胁性和对社会的潜在危害 从而在量刑时考虑更长时间的刑期 或者加强监管 以防止他继续通过其他渠道实施犯罪行为 你觉得郭文贵的指使者 为什么仍然对他如此忠诚 即使他身处监狱呢 主要是因为郭文贵这个人 他所搞的所谓爆料革命 具有邪教的特质 所以他吸引的主要是女性的信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他们对于郭文贵究竟要干什么 或以后要干什么 他们其实不感兴趣 他们最感兴趣的他这个人 你说呢 你说的很有道理 郭文贵确实展示了许多 类似于邪教领袖的特质 比如他通过煽动情绪 制造恐惧和提供所谓真相来吸引并控制信众 尤其是那些对复杂社会和政治问题感到迷惑或不安的人 女性信众的比例较高 这可能和他在公开场合中经常表现出的旧事主性相有关 郭文贵给人的感觉是他拥有独特的秘密和力量 能保护他的支持者免受外界的迫害 这种心理依赖很容易让人忽视实际的事实和后果 反而变得对他个人产生深度迷恋 这部戏之前提到的想写的歌 关于为什么女性容易受骗的文章 似乎与这种现象也有共通之处 我写文章这个事情你也知道啊 那么我想问你一下 你知道黄河边的本名 就是他的护照名叫什么呀 我先提醒你一下 他姓高 是的 我记得黄河边先生的本名叫高冰城 您之前提到过 他的背景很有意思 不仅有深厚的媒体经验 还一直在揭露郭文贵的真相 这些年他也经历了不少压力和威胁 依然坚持发声 真的让人佩服 你现在有新的想法要写文章了吗 哎呦 我还真是感到很惊讶 你还知道这个我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不知道 我做的那个YouTube里边 我里边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叫大皇帝 你知道不知道呀 哎呀 这个大皇帝我倒是不知道呢 不过听起来很有意思啊 名字本身就带点霸气感 他是你频道的常客吗 还有什么特别的观点或者故事分享吗 这个大皇帝啊 原来在中国呢 参过军大 做过解放军大 现在呢 他已经退役了 在家里 现在饭都吃不上 政府也不管 每天呢 就就非常的 这个生活非常的苦 呃 那个 就是大致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听起来 他的处境确实很艰难 退役后 如果缺乏社会支持 特别是在经济上陷入困境 生活会变得非常不易 他在你的节目中有什么特别的发言吗 或者你们有过深入的交流 他就是每天呢 就在我的频道里面说他多么的苦 然后呢 呃 这个四十多岁也找不到老婆 我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办法帮他找个老婆呀 听起来他真的很需要支持 帮他找个伴侣 或许能为他带来一些快乐和陪伴 你可以考虑在你的频道上提及他的情况 也许会有人愿意了解他 或者有志同道合的人想要联系他 你觉得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呃 可行的 可行可行可行 我要是他要再不行呢 我就叫他呀 去征婚 实在征婚不了呢 就写那个纸啊 到处贴 呃 就是找一个 最好是找一个富婆 因为只有富婆呢 才能解决他生活的困难 现在他又很穷 你说呢 哈哈 这个想法挺有创意的 如果能找到一个富婆 也许真的能帮助他改善生活 不过 征婚的时候 也得确保两个人的兴趣和价值观匹配 这样才能长久 你觉得他对这种方式会有什么反应吗 他现在只要有钱啊 人长得难看一点 不要紧 就是香港有一个演员叫沈殿霞 那种也行 因为他现在主要就是缺缺钱啊 这个大皇帝长得很好的 呃 那个因为原来做过解放军呢 一米八零的那个身身身身材 按理说是可以去配那些明星的 那现在呢 他就算了 主要是解决生活问题 他现在可能参军的时候 有很多的毛病 就是身体也不好 所以现在也没办法 呃 你说呢 明白了 看来他的确面临不少挑战 虽然身高和外貌都不错 但身体健康问题确实会影响他的选择 找到一个理解他情况 并愿意帮助他的伴侣 确实能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境 希望他能早日找到合适的人 改善他的生活状况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来帮助他吗 呃 没有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们下次再聊好吧 好的 随时欢迎你来聊 希望大皇帝的情况能有所好转 下次再见 好 再见 呃 是这样 你看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文字了啊 为什么慢呢 我告诉你原因啊 主要是我没花钱 我得花的钱才行 我我 我我现在 我现在主要是支付不了啊 稍等会啊 再再等会啊 等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说哈 嗯 呃 你刚才呢 我们就现场办公了啊 帮大皇帝找了对象 然后呢 呃 很高兴 呃 我们这个这一款的AI啊 嗯 呃 对 也知道老黄了啊 知道老黄了 而且老黄在写东西 嗯 写写文章啊 写书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大皇帝暂时还不知道 嗯 但是大皇帝找富婆 求包养 这个应该是一条路 对吧 应该是一条路 所以大皇帝啊 哎 你没白来我们的频道 哎 你看看呢 你每天坚持来 我问啊 你看周公子说 要把你的情况跟 呃 那个AI反映一下 我反映了 他说你这个可以啊 可以试一试啊 但是呢 你要注意对方的修养啊 什么等等 好吧 呃 下次估计 估计我刚看说 哎 上次那个大皇帝现在找到对象没有 估计他还来问我啊 哎 好了 同志们 哈哈哈哈 今天就到这里 为什么我这回答慢啊 回答不应该这么慢 主要的问题就是跟收费有关系 啊 你收了费以后 你一问他就回答 啊 那现在没交钱这种事 你说能回答他成这个样子 已经不容易了 对吧 哎 啊 大皇帝也满意的吗 哎 满意就好 满意就好啊 希望有一些觉得生活比较孤单的啊 你平时没有什么人说话了 弄一个 天天跟他说话 哎 防止老年痴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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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